男生为了救自己妹妹 奋力从陡坡冲下 一个猛子扎进了海水中 可水里根本没有其他人 但男生还是拼命地往下游 这时水下出现一大块神秘金属 男孩熟练地游了进去 然后一动不动 眼看就要憋死时 一道白光闪过 紧接着他居然又回到了家中 他开始大声呼唤自己 可回应他的却是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大声说自己是他的弟弟 家里根本没有所谓的妹妹 男生听到这个消息 忍不住崩溃痛 没有办法的他叫来了联邦探员 可还没等探员白哥和黑妹自我介绍 男生小帅就说出了两人的名字 白哥和黑妹都很诧异 而令他们更加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 原来小帅和妹妹在潜水时 无意发现了一块 可以穿越时空的外星惨案 两人穿越了很多次 但在有次穿越之后 妹妹却不见 家里莫名其妙多出个不认识的亲弟弟 现在他找两人来 就是要他们帮自己找到妹妹 白哥认为小帅在这儿 可小帅却说 这句话自己前几次穿越时就听话 见两人不行 他开始继续说后面会发生一事 见此情况两人有点懵逼 黑妹无奈只能打电话询问父亲老黑 老黑听到小帅的描述后 当即劝小帅不要再进行穿越了 因为这样会造成各个平行宇宙崩溃 但小帅现在只想找到妹妹小女 他趁白哥和黑妹谈话时 再次跳进深海 进行了时空穿越 等白哥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 时间又回到白哥前往小帅家的路上 但不同的是白哥搭档已经变了 两人来到小帅家 当小帅看见白哥身边陌生的搭档时 他毫不犹豫再次跳进深海 而因为小帅的不断穿越 不同的平行宇宙里 白哥的搭档也在不断地改变 再更换了几十次后 他终于穿越回了白哥和黑妹搭档的时空 但他的妹妹依旧没有回来 小帅决定继续穿越 可这次白哥提前发现了他的动力 也跟着跳进了深海 两人同时进入残骸进行了穿越 时间回到两小时前 白哥这次有了记忆 他愤怒地把小帅靠了起来 由于小帅的不断穿越 时空开始产生裂缝 当前时空里的白哥搭档见子 立刻要派人来取走残骸 紧接着白哥利用权限得到了黑妹电话 可这个时空的黑妹是个接线员 而且父亲老黑也早就过世了 没有办法 白哥只能解开小帅 两人再次跳海进行了穿越 可穿越回去后 白哥发现搭档依旧不是黑妹 他去找到小帅 可没想到这次开门了 正是小帅苦苦追寻的妹妹 而现在的时空裂缝 已经遍布成了房间 透过裂缝 甚至可以看到各个平行世界 而白哥此时的搭档见子 又要去叫人来处理残骸 妹妹小美一听 于是抢先一步跑了出去 白哥紧跟其后 但还是晚了 时空再次穿越 这次小美打开门 看到的是黑妹和他在这个时空的搭档 白哥却穿越到了小帅旁边 经过小美的解释 黑妹相信了他的话 而白哥在其中一次穿越中 那个时空的黑妹告诉过他解决办法 但还没说完现实就被纯正 他只得到四的字里双向天差 但不知道具体的操作 他要黑妹问老黑 可这个世界的老黑也已经死了 没办法 黑妹和小美再次跳海 成功穿越到了有老黑的平行宇宙 黑妹和小美会合后 给老黑打了电话 终于得知了双向天差的含义 我们必须得到跳 但同时 因为它必须得到最后的结束 此刻联邦调查小组也即将赶到 等他们带走残骸就来不及了 两人赶紧来到时空裂缝前 让白哥把手表时间调得和自己一样 两分钟后同时进入残骸 就能回到正确的时空 两个时空的四人同时出门 而时空裂缝已经快要把整个房子吞噬 看来时间快到了 四人进入海底 在同一时刻进入了外星残骸 时空穿越启动 白哥和黑姐成功了 但他们仿佛也忘记了时空穿越的事 而小帅也成功找回了小美 外星残骸也被联邦调查局带走 可黑妹和白哥还没休息两天 又有超自然现象发生了 大身脸隔 难道 大身画 我继续